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节日喜庆的象征 殊不知在电灯没有发明和普及的年代里 却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它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 灯荣 作为我国一项传统的民间工艺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音 你对它了解有多少呢 现在跟随老师的视频一起去看看吧 灯笼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中国的汉潮 那时候没有电灯 到了晚上人们只能点蜡烛 但是要在黑夜里走路 拿着蜡烛很不方便 聪明的古人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先用薄薄的纱做一个罩子 把固定好的蜡烛照起来 再把灯笼用绳子系在棍子上 就可以方便的提着它行走了 就这样人们发明了灯笼 哥哥现在都有电灯了 人们为什么还喜欢在家门口换灯笼呢 因为灯笼红红火火 又代表着团圆 所以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每年元宵节前后 人们都要举行灯笼 在街道两旁挂起各种各样的灯笼 元宵节逛花灯 也作为一种习俗流传到今天 哥哥 那灯笼上会有什么样的灯笼呢 灯笼的种类可多了 这是公灯 这是龙灯 这是走马灯 有的灯笼上还写着谜语 人们可以一边看灯 一边拆灯笼 真有意思 我也想去逛灯笼 哈哈 走吧 灯笼起源于汉代 到了唐代就很顺行 到了盛代则遍及民间了 灯笼又叫花灯 因有红韵当头 祈求平安的寓意 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闪文大家 吴博霄 走进他的灯笼 去感受那个时期的特殊情怀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怀念 追目 西西兰 温和欢乐的样子 马前卒 比于没有目的地为人奔走效力的人 人情事故 指为人处事的方法 道理和经验 这个词语要注意是的写法 世界的是 本文是一篇回忆性的闪文 闪文这个文体我们在八年级上册也有所了解 闪文有行闪神剧的特点 行闪自题材的广泛 写法的多样 结构的自由 神剧 中心集中又有贯穿全文的线索 那么 闪文 写人写事都只是表象 而真正的用意是为了书写作者的情感体验 了解了闪文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来听读课文 听读的过程中请思考 这两个问题 一 灯笼在课文中的作用 二 找到文中围绕灯笼 记述事情的段落 大家这两个问题 开始听读吧 灯笼 虽不像扑灯鹅 爱光明而至焚身 小孩子喜欢火 喜欢亮光 却仿佛是天性 放在暗屋子里 就哭得宝儿 点亮了灯 哭声就止住了 碎烧寒夜 玩火玩灯 除夕燃滴滴精 放烟火 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 尽管大人们怕火火灼灼的危险 要说 玩火黑夜逆炕那种寂静恐吓的话 但偷偷还要在神滩里点起烛来 连活活的太阳算着 一切亮光之中 我爱皎洁的月华 如废的繁星 同一只夜晚来挑着赵鹿的灯笼 洗几灯笼 就会响起三家村的犬吠 村中老头喝狗的声音 就会响起庞大的晃荡着的影子 夜行人 咕咕噜噜噜的嘶语 响起祖父雪白的胡须 同红亮大方的谈吐 坡野里响起跳跳的灵火 村边设系台下响起闹嚷嚷的观众 花生蓝 冰糖葫芦 台上的小丑花脸 司马懿泰山 真的 灯笼的缘结得太多了 记忆的网里挤着的就都是 记得 坐着公正相声的祖父 晚年 每每被邀去吴里瑶的城里说事 一去一整天 回家总是很晚的 凑巧若是没有月亮的夜 长工礼物和我便须应差去接 但着我们的除了李老五的续家常 便是一把腰刀 一具灯笼 那时自己对人情事故还不懂 好听便说 心还像素思一样纯洁 什么争送吃官司 是不在自己意识领域的 祖父好 在路上轻易不提斡旋着的情势 到时 一路数着牵牛之女星 谈些进京赶好的账户 雪叶尺码 荒郊电速 美美令人望路之远近 村犬摇摇向灯笼吠了 认得了是主人 进前来却又大摇起尾巴 到家常是二更十分 不是夜饭吃完 灯笼还在院子里亮着吗 那种兮兮然庭院的寂寞 是一辈子思慕着的 路上黑 打了灯笼去吧 自从远离乡景 为了生活在外面孤单的挣扎之后 像这样死母口中吩咐的话 也很久听不到了 美美想起小时候在村里上灯穴 要挑了灯笼走去 挑了灯笼走回的事 便深深感到畅妄 母亲给留着的宵夜食品 便都是在亲手接过了灯笼去后 递给自己的 为自己特别预备的那只小的纱灯 样子也还清清楚楚记在心里 虽然人已经是站在青春伪梢上的人 母亲的头发也全白了 相俗还愿 唱戏 挂绳袍而外 常在村头高挑一挂红灯 仿佛灯柱上还照例有些松柏之叶做点缀 挂红灯自然同胜服射茶腊疤诗中一样 有着醒好的意思 松柏之叶的点缀 用意却不甚了然 真是 若有孤行客 黑夜暮露正自四面虚惊的时候 忽然发现星天下红灯高照 总会已去村不远而默默高兴起来的吧 唐明皇在东宫结惠菜 位高五十尺的灯笼 便玄珠玉金明 而风至羌然的那种盛事太无缘了 很无缘观赏 今午不惊的那元香节张灯节彩 却曾于太平丰眠 在几处山城小县里凑过热闹 搁了一条龙灯在人海里跑半夜 不觉疲乏是什么 还要去看庆丰酒店的跑马灯 猜元亨游方出的灯迷 家来睡 不是还将一挂小灯悬在床头吗 梦都随了蜡火开花 想起来祖子远驾大宋大营 曾听过彻夜的鼓吹 看满间的灯火 叫前叫后虽不向宋使一味至载 准有打灯笼子青士官八十人 但辉煌景象已够华贵了 那时子家仿佛还是什么金官 于今是破落户了 静视地的关闲灯该还有吧 垂珠连笼的珠门却早已褪色了 用珠红在沙灯上描颂体字 从前很引起过自己的喜悦 现在想 当时该并不是传统思想 或羡慕什么富贵荣华 而是根本就爱那种玩意 如同黑漆大门上过年贴单红春联一样 自然若是沙灯上的字是上书府或某某县正堂之类 懂得了意思也会觉得不凡的 但普普通通一家纯德堂的家用灯笼 可也为时勾不起爱好来 光灯还没见过 总该有翠鱼流苏的装饰吧 假定是暖蓉蓉的春香 西宫南内有人在秤的灯光调绿嘴阴木 也有人在秋千锁下 缓步寻一脉幽巧 意味应是深长的 虽然好疑似杨子江 驾小舟 疯狂浪大 浪大疯狂的汉县帝也许有灯笼作伴 但那时人的处境可明 辣类就怕数不着场了 最壮的是塞外点兵 吹脚连营 夜深星蓝时候 将军在挑灯看见 那灯笼上你不希望写的几个斗方大字 是霍跳摇 是汉将尼广 是唐朝培工吗 雪叶入菜 与胡人不敢南下木马的故事 是同日月一样亮起了人的耳朵的 你听 正萧萧斑马明眼 我愿就是那灯笼下的马前卒 哎 撞我 鱼精灯笼又不够了 应该数火把 数碳海灯 数 辽原的一把烈火 好 通过听读本课 同学们对这两个问题 是否有了答案呢 老师给几分钟时间 你先来整理一下 稍后 便宜 好,Durl在课文中起到对线索的作用。 那么,你找到了作者围绕Durl, 继续事情的段落都集中在第几次栏段了呢? 是的,我们把二至十一段归类为一个大部分, 主要记述了我关于Durl的一些回忆, 属写人记事的段落。 那文中的第一段呢? 对作者续写了小时候喜欢火光的情景。 这里老师有个疑问, 提到火光, 跟我文中的Durl有什么联系呢? 是啊,这段话的描写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引出下文记述我关于Durl的一些回忆。 进而到最后一段书写作者的爱国情感。 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研读第二大部分。 请同学们再读读课文, 概括出作者围绕灯笼具体写了哪些事情呢? 相信同学们刚才在听读的过程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是否像老师一样梳理了一遍了呢? 从第三段挑着灯笼接主妇回家, 到四五自然段的接过母亲递给的沙灯上下学, 到第六段相熟还愿, 第七段的元宵节看灯伴着小灯入梦, 第八段竹子远驾, 在地红灯高照, 第九段在沙灯上描红, 第十段的由宫灯唱词联想到了汉县地, 到第十一段的联想到挑灯看见的名将, 表达誓言。 作者在回忆这么多件细小的事情, 他都能够如此细微地描摹出来。 请问,同学们, 你读到作者对灯笼怀着怎样的情感呢? 是啊,作者很喜爱他。 请同学们再次回到课文, 你能找到作者有直接表达 对灯笼的喜爱之情的句子吗? 请画出来吧。 好,同学反应很灵敏。 早到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连活活的太阳算着, 一切亮光之中, 我爱皎洁的月华, 如废的繁星, 同一只夜晚来挑着赵鹿的灯笼。 这句话里面, 老师没有看到有爱或喜爱的字词啊, 你是怎么看到这种情感的呢? 对, 有同学说到了, 作者将灯笼的光, 与太阳的光, 月华繁星的光相提并润, 强调了我对灯笼的情有独钟。 是啊, 文中还有一句更加直接, 哪里呢? 对的, 真的, 灯笼的缘结得太多了, 记忆的往里挤着的就都是。 请你也来赏息一下这个句子吧。 很好, 同学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句话采用了夸张与比喻的羞耻。 形象地表达出我与灯笼, 之间结下的缘分之多, 使表达显得形象生动, 突出了我对灯笼的喜爱自情。 对, 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遍。 读得很好。 是啊, 本文记述我与灯笼的事情很多, 细数起来有十几件。 时间纵横千里, 地域横跨万年。 看似相关, 却又不相关的事件, 作者是如何把他们连续成篇的呢? 作者又把这些事件分为哪几方面, 进行概括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课后的阅读提示, 筛选出重要的信息。 哦, 我也从同学们迷茫的眼神中, 可以得知, 那几方面, 应该从什么进行思考呢? 那老师, 在这里把我的想法跟你一起交流分享一下吧。 我会先找到我与灯笼之间发生的事情, 有自己亲身体验。 比如, 文中有这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 夜晚挑着灯笼迎回主妇, 长幼情度。 接过母亲的纱灯上下学, 母子情深。 特别在这两个细节打动了老师。 如, 路上黑, 打了灯笼去吧。 母亲给留着的宵夜食品, 便都是在亲手接过了丹笼去后递给自己的。 这两句话, 作者通过了语言和动作的描写, 给我们刻画了一个慈母的形象。 小时候, 祖父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知识, 跟我们讲一些进京赶考的掌握,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同学们, 有了方向了吗? 你还能找出其他的几件事情来吗? 你来试试。 对, 同学想到了, 有元宵节看灯, 伴着小灯录梦, 有竹子远嫁的滑贵场景, 到今的破落。 我们把这四件事归类为情感方面。 那剩下灯, 那剩下灯在沙灯上描红, 由 宫灯唱词 联想到了汉县帝, 充满了历史的旷位。 本文就从 情感和历史文化两方面, 续写了我与灯蓉的有关回忆。 那始终贯穿本文的情感线索是什么呢? 有同学谈到了是对童年生活的追忆。 也有同学会想到是对亲人的怀念。 是啊, 你还能读出更深的情感吗? 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文十一至十二段, 画出最能体现作者时代哄愿的句子。 非常好。 同学们有找到了。 一起读一下。 我愿就是那灯蓉下的马前竹。 我在这里是指作者自己。 马前竹我们在积累字词的时候提到过, 是指比喻没有目的为人奔走效力的人。 那作者想为谁奔走效力呢? 。 我们一起来看到作者简介, 找寻关键信息。 从作者简介中我们可以发现, 吴博销不仅是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 他更是一位革命家。 本文写于1931年9月18日也。 日本侵略者发动了918事变。 炮火不仅震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 也击碎了无数文人的美好梦想。 这其中就包括吴博销。 然而, 国民党政府竟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这让他十分愤懑,怒火中烧, 骨梗在喉,不吐不快。 于是, 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 坚持业余写作, 舒展一腔机遇。 所以他在这一时期的散文, 常常回荡着爱国主义的积月旋律。 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 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 灯蓉正是这个时期回忆主题的文章。 那么,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句子。 我作者, 为谁奔奏效力呢? 同学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啊, 是为国家奔奏效力。 从这个句子可以表达出作者, 悲壮积月, 敢于担当舍身革命洪流的豪情啊。 同学们, 我们来再读这个句子。 很好。 文中还有哪句, 直接表达时代哄愿的句子吗? 对。 应该数火把, 数碳海灯, 数燎原的一把烈火。 遼远。 选自1930年毛泽东主席, 一片《星星之火》可以遼远。 比喻开始微小, 但有远到发展前途的新事物。 那从这个字子中, 是不是可以寓意着什么呢? 表明了作者, 愿投身抗击日寇, 保家卫国的革命大业中,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 从这里, 看到了作者浓浓的《爱国情》。 愿做灯笼下的马前竹。 请同学们, 把我们所理解到的《爱国情》, 通过朗读, 表达出来吧。 一切。 同学们, 读得很好。 本文作者, 由写一家一春, 言及天下。 由一时一世, 言及历史。 由个人, 言及了社会。 都是借灯笼这个小物件, 书写大大的爱国情啊。 我们把这种写作手法, 叫做, 以小见大。 今天你学会了吗? 我们说啊, 好的闪文, 总是爱写微小之事, 书细微之情。 作者吴伯销, 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 就运用了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 体现了作者对亲情相情的感念, 和愿作灯笼下的马前竹的爱国情感。 这篇文章也是我们学习写闪文的典范。 同学们, 在课后也一定要多去品读, 积累好词好句。 对文本的解读就到这里, 课后老师给你们留下了两个作业。 备受积累词词, 新气急的, 破镇子, 为陈童府赴壮实以记之。 第二个, 在课后找吴伯销的另一篇散文, 寄一辆纺车。 思考, 从文中体会到一种值得传承的精神是什么呢? 好, 同学们拿笔记下今天的作业。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 再见!